属虎人2020年运程大权及破解 而凶运方面,则受到羊刃、栽煞、一马等星侵扰,会让今年的运势受到一些阻止 由于受到羊刃星的作用,今年属虎人的健康需要注意 羊刃代表流血伤害等意外事故,今年恐有开刀手术之前,需要定期体检,争取防范于未然,把大病化小、小病化了 一马星代表今年属虎人会有事业或者居所方面的变动,譬如会离职自己创业或者背景离乡去外地工作等 这些未必不是好事,只要把握好机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实行则可,无需太过担心 栽煞星的入宫会让属虎人今年有点力不从心,栽煞代表的是突如其来的煞气,会让一些明明成功在即的事情功亏一篑 属虎人应该更加谨慎,即使获得好的成绩也不能得意忘形,否则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集运方面,属虎人今年受到了天德、天蚁和太阳三贵星加持,能护佑属虎人在生活中各个方面发展的红红火火 特别是事业方面,将会遇到许多贵人,帮助属虎人突破瓶颈,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 同时这些集星可以帮助属虎人化解灾煞,带给属虎人好运 总而言之,今年属虎人的运势非常不错,需要好好努力,成事而行,让自己更上一层楼 属虎人2020年事业运势 2020年庚子鼠年,属虎人的事业运势可谓是非常之好 今年事业尚有贵人相助,很大程度上帮助属虎人获得更好的机会 对于工薪一族来说,今年极易得到上司和下属的认可,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表现机会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今年有灾煞的影响,在项目执行上会遇到比较多的问题 如果不能持之以恒,很容易导致项目半途而废,让前期投入的成本打水漂 但是幸亏有贵人运加持,属虎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获得外界的力量辅助而克服困境 只要自己不放弃,在项目上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成功的 对于创业的属虎人来说,今年生意规模有着一定程度的扩大 加上属虎人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能力,在生意场上可谓是如鱼得水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紧防合作伙伴不守信用 因今年属虎人容易遇到小人暗害,所以在人际交往上需要留一个心眼 属虎人2020年财运运势 进入2020年,属虎人的财运波动比较大 由于今年的事业运比较旺盛,正常来说,今年的正财运势也应该不错 但是属虎人今年因为受到一马星的影响,在工作上多有变动 导致收入有不稳定的趋势,并且可能需要去别的地方发展 在财务上的支出比如安家费用会比较多 属虎人在财务上需要做好比较合理的规划,如果真的需要变动工作的话 也需要确保自己的资金能够支持到自己找到工作之后,不让自己陷入财务危机 在偏财运方面,属虎人今年的运势是不错的,可以试着将多余的资金投放到一些比较成熟的低风险的理财产品里面去,让资产保值增值 属虎人今年可在床头柜或者办公室的左手边摆放一个,陶运格级上金多宝,同摆件来作为财运事业的吉祥物,寓意2020年的财运和事业步步高升,财库稳固,财源广进 属虎人2020年爱情运势 进入2020年,属虎人的爱情运势是非常好的 属虎人性格胆大,托具领导魅力 在与人相处方面很有心得,总是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心意,因此能获得异性的好感 今年有天以贵人的帮助,单身的属虎人有极大的可能性可以寻到心仪的对象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今年有灾煞的作用,可能会遇到别人挖墙脚等行为 属虎人需要维护好与伴侣的感情,不让其他人有可趁之机 对于已经有稳定关系或者已经结婚的属虎人来说,今年跟伴侣之间的感情没有问题 甚至有越来越好之事,但是属虎人的脾气比较大,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大发雷霆 这在你们跟伴侣感情好的时候可能弊端不显,但是再好的感情也会出现裂痕 属虎人应该多收敛自己的脾气,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只有拥有一颗同理心,才能让自己的言行更有利于感情的发展 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属虎男女,2020年可随身佩戴或者在床头放一个,桃运隔笔意增情吊坠,笔意鸟乃感情婚姻的吉祥事物 寓意今年感情顺遂稳定,单身人是寓意提升自信,增添魅力,期盼早日遇到良缘,而有对象的属虎人则寓意感情的和睦稳固,与伴侣恩爱如初 属虎人2020年健康运势 进入2020年庚子属年,属虎人的健康运势由于受到羊刃、灾煞星等影响,状况并不太好 羊刃星主流血等意外事故,加上属虎人性格比较急躁,在跟人相处的过程中可能凭借意气就跟别人打架斗殴,惹出是非 今年尤其需要注意收敛自己的脾气 羊刃星的影响会让属虎人的脾气比以往还要暴躁,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做一些修身养性的爱好,例如看看书,练练书法等,这样有利于平缓羊刃星对于属虎人的影响 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属虎人都要记得躲避金属利器,平时少往钢筋水泥等建筑工地跑,以免出事 在家里,削水果皮的水果刀,切菜的菜刀用完之后要记得用刀套套好或者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碰到磕道 今年由于受灾煞星的影响,小病小痛也是不少的,不能仗着自己平时身体硬朗就对小病一拖再拖,这样很容易拖成大病或者比较难根治的慢性疾病 开车的属虎人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而违规,容易导致意外发生 开车一族的属虎人是今年可在车上挂一串,陶运格鲁密太岁将军车挂,作为爱车的吉祥事物,寓意全年碌碌平安,大吉大利 属虎人2020年开运吉祥物 生肖吉祥物文化远远流长,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喜爱的动植物作为图腾或吉祥物,雕成玉佩随身佩戴,以代表美好的祝福与期望 属虎人今年可摆放一对,陶运格凤武刺锐,琉璃百剑作为2020年的喜庆吉祥物 凤武刺鹿为一只凤凰在竹子上呈天天起舞之事,凤凰乃传说中的祥瑞吉庆之瑞寿 而竹子有万古长青,节节高升的含义,寓意着福禄临门,祥瑞安康,步步高升 凤武刺锐为属虎人2020年的吉祥饰品,象征着属虎人在鼠年里平安顺遂,安康大吉 同时亦可佩戴一个,陶运格凤武刺锐,吊坠作为随身吉祥物,更添平安与祥瑞之美好兆头,属虎人可随身带一串,陶运格银骇喜和手链,寓意全年平安顺遂,福运亨通 不同虎年出生的属虎的人2020年运程 2010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程 2010年出生的属虎人进入庚子属年,今年的运势还是不错的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学业上都不需要多操心什么 今年可能会生一些小病,但是没有大碍 但是平时还是要多加注意,跟同学在一起的时候少吃一点学校门口的不卫生的零食,以免病从口入 在学业上你们聪明好学,灵力尚尽 往往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尽量少与人攀比,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攀比会培养属虎人的轻慢心,一个人一旦心生傲慢,就很容易沾染一系列不良的品德,比如虚荣,伪善等等 有属虎小朋友的家长需要注意了,平时多让他们在学习学校课程同时看一些培养得行的书 让他们从小养成谦虚踏实的品德 1998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势 1998年出生的属虎人在2020年很多属于大学刚毕业的年龄,这个时候你们要么出涉职场,要么继续深造学业 对于出涉职场的属虎人来说,今年的事业运势还是不错的 属虎人敢想敢干,创新进取,是公司的一股新鲜的血液,让公司散发更年轻的活力 你的能力也比较出众,容易引起上司领导的注意,让你得到更好的锻炼 但是,俗话说,出生牛犊不怕虎 再加上属虎人性格天不怕地不怕,所以在面对前辈的时候缺乏敬畏心,长辞以往,容易让人生厌,会对属虎人的职业生涯产生阻碍 所以出入职场的属虎人应该注意自己性格上的劣势,扬长臂短 对于继续深造的属虎人来说,很有可能考上自己比较心仪的研究所或者学校,继续从事本专业的研究或者转行跨专业研究,今年在学业上比较顺风顺水,得心应手 但是在学习之余,不要忘记学一些别的技能,让自己全面发展,应对时代的挑战 1986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势 1986年出生的属虎人在2020年庚子属年运势欠佳 丙寅年出生的属虎人的生年天干丙火与流年庚子的天干耕金有相克之事 今年对于1986年出生的属虎人来说运势其实并不算太好 在事业上,容易遭到身边小人的暗害,让属虎人在一个职位上一直得不到升迁 属虎人应该检视一下平时是否因为自己的脾气得罪了哪些人,为的事业埋下了雷 有雷的话尽量排雷,没有的话今年需的更加努力,突破瓶颈,用自身的努力克服本身运势上的缺陷 在感情方面,1986年出生的属虎人大多数已经成家生子了 今年跟伴侣感情较和谐,但是因为灾煞的作用,婚姻恐有第三者差足的风险 建议属虎人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多关心伴侣的感受,跟伴侣之间时不时多体贴关怀,避免第三者差足 健康方面,今年需要注意血压和肾脏方面的问题 因为平时应酬比较多再加上属虎人今年事业上带来的不顺,可能平时经常熬夜 长此以往下去不仅会让属虎人的肾脏出现很大的问题,还很有可能因为熬夜引发低血压猝死 属虎人在今年需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平时到点就睡觉,宁愿早上早点起床也不能晚上睡得太晚 1974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势 1974年出生的属虎人在2020年运势还是相当不错的 今年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财运上等,都比较顺心如意 在事业上,今年有升职加薪的机会,属虎人做事情有魄力并且擅长干实事而不是做一些花架子 能得到公司老板的器重和下属的追随,今年你们能在多方协助下干成不少重要的事情 对于自己创业的属虎人来说,今年可能会开拓自己的市场,在将自己的专长做好之后不忘将触角延伸到你们比较看好的新兴市场 虽然今年事业运势不错,有很大可能成功,但是还是需要谨慎行事,多了解市场在做决策,切记不打无准备的战 财运方面,今年无论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是不错的,特别是偏财运势,比往年几年都要好 建议属虎人可以在保证本身资金运行充足的情况下将多余的资金进行理财规划 可以投入到一些低风险,收益比较有保障的项目里,切记贪心涉及高风险,以免血本无归 1962年属虎的人2020年运势 1962年出生的属虎人今年的运势相对来说比较坎坷 由于羊刃星以及灾煞星的作用,属虎人今年的健康运势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建议今年在身体方面多注意保养,平时注意锻炼身体,饮食上多清淡,少昏星 有条件的属虎人可以在平时饮食的基础上搭配一些必须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毕竟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对于食物营养的吸收能力越来越弱 营养缺口如果长期存在的话势必会对身体产生本质性的不利影响 另外,属虎人在今年主要注意流血等意外情况的发生,平时自己过马路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 驾驶出行的属虎人更需要集中注意力全面流心路况以及自身的车矿等,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1950年属牛的人2020年运势 1950年出生的属虎人今年运势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你们你们已经到了古西之年,跟老伴感情不错,子孙也比较孝顺有出息 在退休之后你们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平时有自己退休后的交际圈,能够安详晚年 但是属虎人不能忘记日常的保养,平时可以做一些体力范围之内的运动 但是切记像年轻人一样做剧烈运动,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损耗 今年你们可能会遇到亲戚朋友借钱的情况,需要量力而行,毕竟你们现在的收入不如壮年时期 虽然老了日常开支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但是还是需要自己存好一些保障金 以免以后遇到突发或者意外情况等无钱可用 五行属性,银木 生肖排行,第三位 本命佛,虚空葬菩萨 护法神将,真达罗大将 幸运色,蓝,灰,白,成 幸运数字,一,三,四 幸运水晶,虎眼石,黄水晶 财卫,东南方,西北方 桃花卫,东方 鹿和鼠香,鼠猪 三鹤鼠象,鼠马,鼠狗 香冲鼠香,鼠猴 相亥鼠香,鼠舌 相形鼠象,鼠蛇,鼠猴 南方,西北方 入手上 北方 清水 Perfect Trop 煞